發財致富的捷徑 其實都寫在刑法裡 賄賂背心詐欺 賭博販毒性交易 想要有錢不用讀理財書 而是開發無敵的詐數 三元爆彈左手記 飛燕切牌大四喜 勝負師不依靠 飄渺虛無的運氣 能夠決定勝負的力量 才是真理 作弊出籤是行家的宿命 隱性埋名化為天上的流星 日本房價最高時 曾經一品引役 泡沫破裂後 陷入失落的20年地獄 汽水房窩是日本最大的建商之一 在房價谷底反彈之後 開始瘋狂列地 鎖定位於港區的老牌旅館海喜樓 原價100億的精華土地 只要70億 簽約交付訂金後 才發現一切都是騙局 騙了政府 騙了建商63億訂金 在這場日本史上最大 房地產詐欺的背後 有一群古老的行家 瞄準人類最原始的貪譽 他們的名字是 Gime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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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野餐型YouTuber好倫 你認為買賣房子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地段、行情、未來有沒有捷運 還是要學習如何跟重借侃服務費呢? 我的答案是 交易安全 很多人以為自己很聰明 想要來個富貴險中求 但是常常最後得到的卻是櫻沟裡翻船 有名的阿帕旅館被騙過12.5億日幣 日本航空JL JR也被騙了3.84億 他們這麼專業的大企業都被騙過了 我們是不是要更小心呢? 積水房屋是日本最大的建商之一 我以前在銷售日本房地產的時候 就賣過了好幾間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這一間 五十年以上的老牌公司做房地產的 但是卻被地面師 因為房地產可以拐走63億的故事 通常有一個師字的職業都是令人尊敬的 譬如說醫師、會計師、律師、好輪好師 還有師成功啊 不是工程師 但是在日本還有很多的特別師 譬如說陰陽師 Omioji 使用陰陽道來解手藝 或是我們之前在日本麻將影片裡面 提到的勝負師 修不齊 就是把生命專注在運氣以及力量的賭徒 聖姆斯傳說是一部很好看的漫畫 一開始新手賭徒追求的是運 但是如果幸運之神對你已讀不回的話 就準備等死 因此漫畫裡所有的賭徒 都窮盡一生在追尋力量 而力量就是指出籤的技術 從最基本的左手技 到最高階的飛燕切牌法 唯有兼具力量以及運氣的人 才是不敗的行家 今天要談的地面師 他們的歷史沒有像陰陽師或是勝負師那麼悠久 他們大約是1990年代以後才出現 當時日本面臨泡沫經濟以房價高漲 樹大有枯枝 人多有白痴 因此出現一群職業詐騙集團 被稱為地面師 他們專門盜賣別人的土地 在民法上其實是可以買賣別人的土地 你衛造政界買賣土地 通常有兩種結果 第一是假如你騙過地震機關 所有權移轉成功 原本的所有權人 就莫名其妙沒有了自己的土地 還有第二種情況 就是假如政府 試破你這是假政見 所有權就無法移轉 土地還是屬於原本主人 但是買方已經付了錢 所以他什麼都拿不到 今天積水房屋的情況 他就屬於付了錢 卻沒有拿到土地 積水房屋創立於1960年 是日本最大建商之一 總公司在大阪 資本額2025億 91百萬元日幣 這個積水房屋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為什麼日本房子都取得這麼貴 積水房屋會不會積水 像我以前待的公司 名字叫做 大金血吹不動產 大金血吹不動產 所以積水房屋賣的房子 他不會積水 更不會漏水 我在之前的日本不動產影片有提到 日本仲介 沒有在給你漏水保固 之前台灣有車子 強調方向盤保固六年 如果開一開掉下來可以免費維修 但問題是 我不希望方向盤開一開掉下來 我希望他乖乖的運作 所以說 日本人心中也本來就認為 房子不應該漏水 我幹嘛講那麼遠 這塊土地的地址 是東京都平川區 西武藩田 二支22支6 墨黑川是東京有名的賞意地點 墨黑川從中墨黑一路流到武藩田這裡 有做歷史悠久的旅館 叫做海喜館 海喜也可以唸成 凱起 所以有人稱這個旅館叫做 怪奇館 海喜卡 五藩田 為什麼叫五藩田呢 因為以前在墨黑川這裡的水田 大小大概就是五個藩 一個藩就是一千公里 所以五個藩就是五千平方公里 所以稱為五藩田 五藩田 次是五藩田 五藩田 我的家是右邊 五藩田在大正時代 被稱為九與慾望之街 是有名的歡樂街 但是隨著都市更新改造 如今的五藩田 已經是三首線的大戰 許多企業以及百貨進駐此地 海喜館的外觀似乎還停留在大正時代 隨著日本人口的老化 這種老旅館因為沒有人繼承而倒閉 是常常出現的事情 但是海喜館的地點非常的好 JR五藩田站 步行五分鐘 旁邊就是墨黑川 而且基地面積高達六百坪 一坪大概就等於一張雙人床 所以你可以算算這個基地到底有多大 可以規劃出來的產品實在太多了 這麼好的土地 我們來調查看他的土地產權登記吧 哇沒有二胎三胎 也沒有抵押權 超級乾淨 那時候好土地有些和正妹一樣 人人搶著藥 所以很多建商呢 他就去找土地所有權人 也就是資深正妹 七十路女老闆 海老澤左飛 怎麼會割愛這塊土地啊 但是被他已讀不回 甚至直接封鎖 因為畢竟海襲館是主產 是老家人的起家序 怎麼可以說賣就賣呢 而且海襲館的怪奇氛圍 吸引了很多擁有靈異體質的人 去體驗住宿 這間旅館雖然不賺錢 但老闆也不缺錢 有錢就是任性 就這樣放著吧 你們這些建商 這些要砍高 如果再來煩我 一律刪除加封鎖 但是在2017年4月24日 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 我們前面提到海襲館的產權登記 一直以來都是乾乾淨淨 清清白白 就像是魔法師處奶一樣 但是直到2017年4月24日 在登記簿上出現了 所有權轉移請求權假登記 假登記就類似於台灣的預告登記 有點像訂婚的概念 糟告天下說 這塊土地老子要買啦 那麼誰要買這塊土地呢 登記簿上面有兩筆假登記 第一筆是Ikuta Holdings 第二筆是積水房屋 2017年4月24日 積水房屋和Ikuta Holdings 簽立了不動產買賣契約 支付訂金15億元日幣 並且向地震局設定了 兩個所有權移轉預告登記 這時候來了 為什麼這個買賣 不是直接從原本的屋主 所有權的海老澤小姐 轉移給積水房屋呢 這裡面就有一個玄機 因為在日本有一種特殊的交易方式 叫做中間省略登記 它在性質上也很類似台灣的三角簽約 就這樣 隔三角簽約 這一次的交易是從Ikuta Holdings 先向屋主買入以後 然後同一天再移轉給積水房屋 以台灣人的觀點來看 很奇怪啊幹嘛這樣三角簽約 但是在日本是常有的事情 主要是為了節省稅費的成本 然後在2017年6月1號 這筆交易要絕技的時候 也就是台灣的交屋 積水房屋向地震局 申請所有權移轉的本登記 也就是說我們訂婚了嘛 之後終於要正式結婚了 這個時候呢 積水房屋支付了48億日幣 給Ikuta Holdings 所以目前已經給了Ikuta Holdings 累計63億了 然後在2017年6月9日 地震機關駁回了這筆交易的 所有權移轉的本登記 原因是什麼呢 2017年6月24日 原本的土地所有權 資深正妹海老澤小姐 往生了 2017年7月4日 海老澤小姐兩位繼承人 申請繼承所有權移轉登記 於是土地所有權因為繼承的原因 轉移到兩位兒子名下 2017年7月25日 原本的預告登記被抹消了 之前的訂婚直接被宣告無效 昏面有結成 那激水房屋哭起的時候 眼淚就噗啦噗啦噗啦的掉 激水房屋做了一個美夢 遇到地面師集團被詐騙 損失了63億日幣 這整起地面師的詐欺事件 其實疑點重重 那股東也在抗議啊 怎麼我投資的公司突然被騙這麼多錢 所以大阪地方法院有命令 激水房屋公布他們內部的調查報告 但是激水房屋提出抗告 退退啦啦 就是不講公開 只有公開了 只有三頁 所以事情的真相呢 也許只有激水房屋才能了解 那今天來分享兩點 就是大家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的兩個謎團 謎團1就是2017年4月24日 登記部上面的預告登記是怎麼辦到的 地面師集團根本就沒有證件啊 為什麼可以成功的設立預告登記呢 地面師集團的主謀之一 小三操 原本在ABC房屋裡面擔任財務部長 本來打算拿這筆土地去榨蛋 小三操擁有豐富的不斷經驗 後來透過業界人脈聯絡上激水房屋 地面師集團裡的秋葉紅子 找了一位名為羽毛田正美的女士 她拿著偽造護照到區公所申請的硬件證明 地面師集團使用最新的3D列印技術來偽造護照 連區公所都被騙了 直接發給地面師真的硬件證明 日本是世界上少數沒有身份證的國家 因此羽毛田小姐只要有了假護照 以及向區公所騙來的硬件證明的證本 以及硬件章 她在法律上就可以行使很多海老澤小姐的權利 然後在日本如果你要進行預告登記 你只好有印件證明印件章就好啦 所以積水房屋看到說 哇這個產權上面已經有我的預告登記了 心想這筆買賣真的是勝券在握 市價100億的土地 我只花70億就買到 真的是買到賺到 可是等到要進行所有權移轉的正式登記 除了身份證證明文件 印件章還有印件證明 還有登記記證 還有登記識別的情報 這些文件地面師都偽造不出來 所以地政局在6月9日 直接駁回所有權移轉的登記 藉人房屋這個時候才發現自己被騙 這麼寶貴的土地 大家都想要買都不賣 居然被詐騙集團設定了預告登記 原本的屋主海老哲小姐都不知道嗎 他在睡覺嗎 這時候要談到說 地面師集團最喜歡的方案標的 通常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沒有設定抵押犬 第一個就是在金華區 五億元以上 第三個就是屋主年紀大 而且不要住在附近 那海喜館的所有權人 海老哲左妃子 他年紀已經大了 七十幾歲 身體又不是很好 那時候剛好住進了醫院 地面師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下手的好時機啊 因為屋主已經在醫院了嘛 你這時候冒充海老哲 被拆穿的機率就降低了 但是呢 其實這筆交易在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呢 雞嘴房屋就有收到 來自海老哲左妃子小姐 本人的來信 他說 我沒有要賣這筆土地啊 那這時候雞嘴房屋 他也很奇葩 他拿著這封信 去問詐騙集團地面師 怎麼你寫信來說 你沒有要賣 那這時候呢 詐騙集團說 有啊 我有要賣啊 聽到了莊城市海老哲小姐 羽毛田小姐講的這個啊 雞嘴房屋心裡就定了 這個信 一定是同業寫來破壞的 雞嘴房屋已經聽信了地面師的謊言 將真正屋主的來信 當成是同業想要破壞這筆交易的惡意重傷 雞嘴房屋本來想說 一百億土地我花七十億就買到 本來想要來個富貴賢中求 最後變成什麼 櫻溝裡翻船啊 後來地面師的集團主謀小三操 他改了菲律賓信 變成 Kaminskas操 躲在菲律賓天使城 爽爽過日子 每天bar fight 最後還是連同其他犯罪人一起被逮捕 之後呢 積水房屋的高階管理階層也有大幅的變動 那那個日本的地面師集團徹底消失了嗎 完全沒有 因為2020的東京奧運即將到來 人們都在期待不動產 價格上漲 有需求就有供給 有那麼多的薯條想要被詐騙 那麼詐騙集團就會努力的詐騙這些薯條 地面師集團呢 光是在東京就有 池袋集團 新宿集團 中午縣集團 而且東京和大阪的地面師集團呢 有時候會聯合行動 有錢 大家一起賺 有薯條 大家一起炸 找律師代書合作 有人負責偽造證件 有人負責提供人頭匯款帳戶 有人指導演技 分工合作 充分展現我們資本主義的精神 抓都抓不完啊 所以地面師永遠不會消失的 為什麼 因為貪和貧 只差幾個筆劃而已 就是說 你到底是要當強者 還是要當薯條 都在你一念之間 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洞察人性的弱點 掌握大腦的BUG 就是掌握力量 力量沒有善惡之分 你有了力量 你可以拿來傷害別人 但是你也可以拿來保護你心愛的人 更多人腦BUG衍生出來的把妹技術 可以參考好輪的幸福 好的 我們下次見 愛你們各位 拜拜 為甚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